昨天中華隊以11比7擊敗的義大利隊 不少的政治人物發出了季品文 在今天是一一對線 國民黨北市清宮會總會長滿志剛 搭上了最近缺蛋荒 發送了1000顆的雞蛋 中午發放號碼牌上午10點半 就有人來排隊 國民黨11位立委還有市議員 也對線的承諾 發放了550份的雞排 立委張啟成就說 如果今天晚上中華隊再贏 將會再加碼發300份 你會看棒球嗎 你這位有沒有看 一顆顆新鮮雞蛋產地直送台北 民眾排隊拿著蛋盒購物帶來裝 一人五顆 而這好康來自這裡 世界幫球經典賽 中華隊10號晚間對戰義大利 11比7擊敗對手 不少人都發季品文 贏了對線承諾現場1000顆雞蛋大放送 因為台灣太需要一場鼓勵 不管是球員還是球迷 所以我昨天就發這季品文 大家都非常期待 然後也一起幫中華隊加油 昨天晚上贏了之後呢 小馬就這個擇日不如撞日 馬上就說今天要來發雞蛋 來兌現他的怒言 所以中午12點翻號碼牌 200個名額15分鐘索取完畢 搶搭棒球熱雞蛋荒 民眾好捧場 10點半就來排隊了 加油身份領蛋 中華隊獲勝 他們要發蛋 所以我們就過來了 有在看棒球 有啊 早上起來看啊 有贏喔 有贏啊 贏4分啊 11比7啊 那最後一個全能打3分的啊 在北市有免費雞蛋 而新竹縣立委林維州也搭上慶祝熱潮 在竹北保安宮前發放雞排 原本預訂200份 現場直接再加碼 總計300份雞排 10分鐘不到搶光光 中華隊加油 中華隊中華隊中華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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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又11位立委和議員聯名 傍晚在新北市府中捷運站出口 發放550份雞排 讓球迷一邊啃雞排 一邊看球賽 加油集氣 判中華隊場場都勝利 記者發言 楊惟達 馮浩宇 台北綜合報導